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公园里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大多数呢 还是一些孩子和老人 年轻人主要是还是在上班吧 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这个里边的人 可能会更少一些 也就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青年湖公园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大水坑 在1958年的时候开始动工 把它建成了一个湖 之后呢在1966年文革的时候呢 它被改名为红色青年公园 之后呢一直又延续了很多年 后来改成青年湖公园 听过去老人讲 这个公园在解放前后的初期 曾经有一片规模很宏大的 俄罗斯人和白俄人的墓 那时候还有专门人看管 后来呢赶上文革 文革的那时候 红远兵就是破撕旧打砸抢 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给毁掉了 当然了这一片木也没有幸免 那时候据史料记载 把那些墓碑给砸碎了 把棺材给刨出来 把骨头把人的尸骨全部给挖出来 非常的残忍 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个年代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个年代也没有幸免 就是自己的虽然 那时候我们去的这一片木筹 就需要把你扩在调整的 这一片木筹 就需要把你扩在三个月 我们去把你扩在三上 因为他就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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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